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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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后来在新有政变时立下大功 得到皇帝赏识 晋升为景运门的侍卫 这景运门侍卫可不简单 虽然只是个二等侍卫 但景运门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 文武百官都要从这里过路 这里的侍卫有水十足 但有水也不是随随便便能拿到的 每天路过这里的官员大大小小那么多 他们既要快速通过对方的衣着 辨别他的身份地位 又要记住他们的长相姓名背景 要是弄错 小命也许就不报了 就便是第一个难处 第二大难处是什么呢 侍卫根本没专门大小便的地方呢 首先 负责守门的 侍卫要站岗 根本不可能随便善力执手 但人有三级 这也游度了他们 开始没想出办法的时候 甚至有可怜的侍卫直接要裤子了 后来 他们在最近的持炉类似办公室里偷偷放了个木桶解决问题 也就是工桶 所以 在古代上厕所 又称为初工 第三大难处 睡觉不准打呼噜 这是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觉得 打呼噜是对神明不敬的行为 这也很让人为难 侍卫也不是故意打呼噜的 没办法 他们找来了一片竹板 睡觉的时候寒着 如果打呼噜就会被呛醒 想想都难受 还有一大难处就是 假天的蚊子 冬天的寒冷 去过故宫的朋友肯定见过很多大缸 基本哪里都放着几个 在以前 里面都会装满水 方便工人取水用 当然最主要的作用是灭火 可是一到夏天 就会有无数蚊虫飞来大缸里 非常闹心 侍卫们还要负责给缸里放海盐来消灭蚊虫 到了冬天 侍卫们可以在大缸下面生火取暖 他们努力改善着自己的生活 作为偌大皇城的一份子 侍卫们干着看似简单 却麻烦十足的工作 随着溥仪退位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画上的句号 侍卫们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中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